這條就是2022年第35條 題目比的資料就是Lorminal Interest Rate 1% 另外Inflation Rate 3% 這裏要留意 因為它沒有說是Expected 或者是Actual 這裏要自己去猜一下 其實它的Exactly 意思是什麼 Cost of Holding Money 只有一個 同學留意了 Cost of Holding Money 一定是等於Lorminal Interest Rate 當然這裏Bond的意思 跟它上面的Deposit 是否有不同呢 其實經濟學講的就是一些有回報的資產 其實Bond是想說這件事 所以Cost of Holding Money 就是1% 即是A或是B 這裏就問Real Rate of Return 有Lorminal和Real Lorminal Return of Money 只有1% 就是0 因為你保持一些錢 就是這樣多就這樣多了 我保持100元 甚麼都不用 放在櫃桶 下年也是一張100元拿出來 不會變成105元 所以Lorminal 名義上 它的面積不會自己去轉變 但實質上 它買到的東西 就要看通脹 通脹越大 買到的東西就越少 即它的回報就越少 不過這裏留意 它的回報是跟Inflation Rate 成一個相反關係 是一個實際的Inflation Rate 題目沒有講 那你唯一只有1個答案是3% 所以當題目是actual 如果Deflation Rate 這個Return就變成整數 現在Inflation Rate 買到的東西就少了 所以Return就變成負數 答案是-1和-3 答案是A A